事實上中國大陸絕對不是針對沖繩 是針對美軍基地 當然是 而且坦白講 你美軍基地如果不介入 它也不會理你 它沒有必要去打你 就因為你可能介入台海 所以才會成為目標 那中國大陸 如果判斷你要介入台海 它當然就會做源頭打擊 所以沖繩就會變成攻擊對象 因為沖繩完全是平的 無險可守 不管是家首那普天堅都一樣 而且我們都知道二戰 沖繩死了多少人 所以當地的老百姓 是很有感的 所以 當然它併入日本之後 日本政府是有給它一些經濟上的補助 可是你把我這裡弄成了軍事要地 然後大家都陷入一種 這個戰爭恐慌之中 對 因為這個姿勢是連任成功 是 事實上日本製品黨是想把它搞掉 搞不要 沒有失敗 所以我覺得它也蠻有政治智慧了 就是基本上 他這次會見到習近平 而且他也看到了習近平在那個 中國版本館那個 說法 在那邊講到了福建福州的移民嘛 對 說有36姓 對 移民到琉球嘛 是 而且這個琉球 琉球本來這跟中國歷史是密切相關的啦 對啊 你如果講600年那就明朝了嘛 嗯 這也是事實啦 當年 當年琉球是被日本佔領的 琉球亡國 那照理講日本 敗戰之後 琉球應該要回到中國的懷抱才對 對啊 是啊 論法律是這樣子 對 結果那個時候當然就是因為中國 國民政府沒有海軍嘛 嗯 所以就在 要求沖繩回歸 那個事實上叫琉球啦 嗯 我認為內部產生不同意見 對 那後來當然就發生國共內戰 所以這個問題就 事實上本來是美國貸款 嗯 那美國在1971年把行政管轄權交給日本嘛 可是這個並不等於主權啊 對啊是啊 因為 我們看開羅宣言看 波茲坦公告 基本上日本的領土就只限於那四個島嘛 對 這邊啦我們補充一下 波茲坦公告的剛剛中 第八條 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施 而且日本主權必將限於本週 北海道九州四國 以及無人所決定之 可領友的相關小島在內 其實沒有提到的是沖繩 那那個無人就是講中國 美國英國嘛 對 就是三方的 波茲坦公告 討論的那幾個國家 是開羅宣言的那些 對 所以顯然 這個琉球 或者日本把它改名叫沖繩啊 日本是沒有主權的啦 是 所以 既然沒有主權那理論上沖繩的老百姓 就有自覺的權利嘛 他實際上可以發起公投了 對 獨立公投 當然 我們當然知道了這個 沖繩目前獨立運動的力量並不大 可是 至少民選的領袖你日本要尊重 對 所以我覺得 習近平打這張牌 是蠻聰明的啦 就說你日本啊 如果整天到晚那邊炒 台灣問題啊 那我就來跟你炒琉球問題 是 也是有教的啊 當然啊 因為琉球這個地方 因為美國已經把 百分之七十的基地都放在琉球 沖繩嘛 那這樣搞下去的結果就會使得 美軍或日本自衛隊 要在沖繩設置軍事基地 會失去正當性 對 因為當地的老百姓都反對 那你又沒有我的主權 你只是得到行政管轄權 那請問你設基地 你有經過我的同意嗎 沒有嘛 那你還放了70%都在這裡 是啊 所以搞不好就會因為 這一個事情然後 衍生出來說 不然我們來公投啊 看我們要不要讓你設基地啊 我覺得中方的謀略 就在這個地方啦 那他也要向琉球表達善意嘛 就說我們可以跟你好好互動啊 對 而且上面琉球事實上有很多是 這個以前福建的移民嘛 是 所以 我們也關心琉球未來的發展的狀況嘛 而且也不希望你被捲入戰爭嘛 其實這些立場啊 因為我就看到那個玉成丹尼 聽到習近平在那個版本館講的話 對 他直接呼應啊 他說習主席講得真好 你知道嗎 所以日本人聽了大概 臉都發黑了 大概是這樣 對啊的確 如果說真的要論法的話 日本你的確有可能站不住腳的 另外再來看到 中國大陸也有這個底氣啊 因為如果真的台灣有事 日本有事的話 第一個一定是沖繩 因為你有美軍基地 尤其最近啊 中國大陸 6月29號到30號 075兩棲艦呢 這個廣西 他怎樣 就通過了這個琉球群島 進入到西太平洋嘛 意思他就是有這個能力 其實對於這個日本啊 這些有一些威者的做法 好 那剛剛亮哥一直提到就是 習近平主席 他在考察中國國家版本館的時候 就提到當時獨立的琉球王國 就現在被改成沖繩的 跟福建的歷史 他說啊 我在福州工作時候 就知道福州有琉球館 琉球墓和琉球的淵源好深啊 當時還有閩人36姓 入了琉球 好 這件事情不是第一次 其實我跟你講喔 我還有上YT去看一些琉球 當地的觀光影片 那台灣人跑去玩嘛 很多地方真的跟台灣很像 哦 真的 事實上他 他雖然是講日文 文化 那是因為被日本管理了 被他佔領了 他的形勢作為就不是日本人 哦 OK 比較像華人 比較像華人 OK 所以他跟台灣就很親切 對 然後他還會講一些台語 有人會講台語 米蘭語啦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地方 我坦白說 他如果是福州的話 那是明北的話 OK 不過我跟你講就是說 這個有一些歷史的曲折 因為 這個蔣介石是要負一定責任 因為我坦白說 我是看到了一些故事的報導 說羅斯福跟蔣介石有攤 琉球歸屬的問題 然後他就聽蔣介石講 那蔣介石當然就講東北 給澎湖台灣嘛 那羅斯福有點嚇到 他說你怎麼沒有講琉球 因為美國人那個時候的想法 琉球就是中國的 就是清朝被佔領嘛 那清朝被佔領台灣也是啊 所以要歸還 所以他 那時候他就想這個 應該是要歸還給中國的 那結果他沒有提 他是有點意外 那因為琉球是 在台灣的東北面 那那個時候基本上 你一定要有一些 海軍的力量 你才有辦法駐守 那國民政府那時候是 沒有這個能力啦 所以 內部當然就產生了 不同的意見 所以我看到了有一些報導是 有些人就歸咎 蔣介石沒有下一個 毅然決然的下一個決定 說這個中國要接管 那後來就你知道就內戰了 那內戰之後你也知道嘛 因為國民政府節節敗退嘛 對 那有一些人就 也想要得到日本的協助 就變成這樣 OK 所以就複雜了 是複雜了 那歷史一拖之後呢 現在中國大陸 又讓大家喚起了 這個琉球 這個他的主權 其實呢 日本不見得擁有他的主權 尤其是這不是第一波 最近啊 因為習主席再講一次這一次的話 引發討論 在2013年的時候 人民日報的社論 也有提到 這個就是發生在釣魚島 國有化的時候 是 那個時候 事實上發生過兩次 還有一次是保釣 OK 那保釣那個時候呢 因為中國大陸剛好要跟日本建交 就有點沒有 所以他也不好提出這個議題 那是建交正常化的時候 那第二次就是 釣魚島國有化 結果兩岸啊 因為那時候是國民黨執政 國民黨跟大陸的立場是一樣的 就說琉球不是你日本啊 是 那 所以他就從 釣魚島的問題就扯到了 琉球的歸屬 對 所以呢你看 剛才廖哥特別說 習近平主席很聰明啊 這個時候提到的琉球 這是一張好牌 你怎麼會做的? 很快 綁架 你怎麼會做的? 其實逼你